可惡的這個中間撇海人權 國際社會出現 還要帶這個北京黨幾奧運的聲音 是來臨中這個立法院 當團有提案 看臺灣有要對嗎 公民團體今天有什麼基金 記者會強調說 沒有人權就沒有奧運 讓有這個立法院 一定要通過這項關係 因為中間在沈海境內 維吾兒的族人 他們的人權 並且還來登附 依依人數 包含 途年級的這個維吾兒團體 給予各國要派最少的人數來參賽 裡面這個賽事 時代立立法院 也因為這樣來拿出割理案 請行政員在在適當的時期 要來做出正確的回應 建請行政院審慎評估 注意國際抵制 2022年第24屆北京冬季奧運會局勢 並在適當時機做出正確回應 希望朝野各黨團共同支持 專案目前已經交付二徒 也交給條約來協商 公民團隊在在設立這天 也來去行政家會 強調國際說要注意這個中間 侵害人權的問題 特別強調說 如果是沒有人權 這樣就沒有賀運 共民團隊 這因為說 目前考慮到擁煩的關係 台灣的選手 如果要去北京來參賽 政府也應該要來注意 這個他們的人身安全 所以也許譽說 特幻仁一定要來通過這個決議 記者綜合報道